平常在吃什麼 我在吃酸梅 我剛剛直播前突然嘴殘 然後我就吃了酸梅 謝謝灌輪的玫瑰 謝謝柏惟的汗 很酸 嗯 哈囉小白晚安 好嗑嗎好嗑 謝謝小白送的我來千道 謝謝你 易凱你好 好酸喔 謝謝變成新鮮檸檬的汗 謝謝阿華的love 平安吃飽嗎我剛吃飽 我今天吃了雞腿便當 好吃 嗯吃酸梅 謝謝阿媛的嗨 謝謝阿媛的嗨 謝謝楊姊送我新知冠 我已經為協力要保持光頭去見你了 他頭髮也沒長那麼快阿 肯定會光頭來的吧 哈囉邦威晚安 Erik晚安 汽兒晚安 甲骨王小爺晚安 大家要快點吃 有看到那個嗎 有看到那個嗎 mini console的瞬息 在5月30 31號 我們要主辦 mini console囉 鼓掌 謝謝甲骨文送的我來千道 但由於是疫情期間嘛 所以這次是 梅花做然後會抽籤的方式 謝謝阿媛的掌聲鼓勵 謝謝 我今天也 托魯養的貴族玫瑰 會用抽籤的方式 所以 希望大家可以 順利抽到座位 找一個星期說 就辦一百張會很好 小白你應該在我說 我就是我們要投票器 就是四張器 收錄去的時候 就應該辦一百張了吧 哈哈 要幫投票給 UNIBILD FLOWER 大家這週 應該說大家都辦 加入會員了嗎 I can be for today的 Fan Club 你們都加入會員了嗎 加入就可以 決定 哪一組的UNI可以 參加四單 那個奔跑把器兒的收錄曲 只要投票最贏的那一組 就可以 演唱這首歌曲 然後還會拍攝MV喔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圖 UNIBILD FLOWER 好嗎 要靠你們了 我要當一隻小器兒 就靠你們了 好嗎 還不是會員 該怎麼辦 趕快加入會員 哈囉唐瓦哥 你好 B組吃光 投了 不過投UNIBILD FLOWER 謝謝 目前三張都投B 謝謝小白 大家會員辦起來 快點我想要當可愛小器兒喔 那個衣服真的很可愛 想要演唱這首歌曲 而且還會有MV拍攝 大家 不投我們嗎 不投品行嗎 等開票 大家要記得投UNIBILD FLOWER 然後很期待 有點久沒有見到大家 其實有點緊張耶 對於5月31號的那個 Mini console 請問品行器兒裝後 後面要有幾個夾子 大概一排吧 一排夾子 偷偷偷 每一瓶就兩百張下去 謝謝小白 哈囉 蠢蠢晚上好 有點久沒見 有點緊張 謝謝小白的巴音盒 謝謝你 還是有點緊張 但是內心很雀躍 對就是終於又有舞台表演了 雖然這次時間蠻趕的 對 我們最近很加緊的在練習 Mini console 請大家期待囉 很久不見 大家會不會忘記怎麼喊酷囉 明天段考一邊看一邊讀書 大家會忘了怎麼喊酷 化成會都記得 但是這次因為是梅花座 人比較少 希望大家都可以 就是熱情的回應我們 不然我怕台下都沒有聲音的話 會很尷尬 雖然我們在MC的時候 或是表演的時候 大家可以熱情的回應我們 好嗎 不然就是人很少 會那個就是沒有熱烈的感覺 很緊張 因為第一次就是 Mini console是一百多人 所以有點不知道會是 會得到怎麼樣的反應 品行call一定喊不 這招耶 他就沒有表演囉 只考前一個月遇到 入坑第一場 Mini console 希望你可以成功抽到座位 希望大家都可以順利抽到座位 哈囉 威如 你好 謝謝金佑送的為你轉身加520 太有趣了這個禮物 謝謝阿華的五彩寶石 謝謝阿華的五彩寶石 他最近練舞練到就是 膝蓋瘀青蠻嚴重 我的膝蓋瘀青 平安城就是大家練習狀況 我覺得大家漸漸的 就是這個組的大家漸漸的 每個人都各自知道自己該做什麼了 謝謝鋼鐵韓粉的金曲歌手選票 謝謝鋼鐵韓粉 你有看嗎?有說你那個嗎? 有我有看了 你有tag我對不對 有tag我就有看到 麻油說平安是神 他講了三次 喉嚨跟丹田表示 快讓我們登場 膝蓋就是練舞 然後就有點撞到 謝謝鋼鐵韓粉的嗨 我覺得我們漸漸的各自 比較知道自己要幹嘛了吧 就是經過上次第一 因為上次是第一次 小分組的迷你Concel 所以就是還沒有這麼習慣 跟有默契嗎 然後感覺現在漸漸的比較 有更有一個小組的感覺嗎 我覺得啦 是應該要好好保護 謝謝鋼鐵韓粉的新秀水漂 可以節敗品寒嗎 品寒那麼讚 品寒會讚美大家推爆 沒有我覺得就是因為每次練習 然後因為我自己有時候練習也會遇到一些 覺得很困惑困擾的地方 或是覺得好累喔 很辛苦喔 但是 就是因為自己有這種感覺 所以就會覺得 就會想要去 鼓勵 大家嘛 就是鼓勵這個組的大家 不然 如果小組的氣氛很低迷的話 感覺 沒有辦法呈現一個好的表演 什麼的 所以 就是每一次練習完啊 語情啊 然後 我啊 有時候馬友啊 就會在 我們小組的群組 提醒大家說 或者是 跟大家說 今天大家很棒啊 辛苦啊 然後就會 可能把我 因為我們每次練習都會 老師都會錄影片 就是紀錄一下 這一次 今天練習的 狀況啊 刁骨的動作 就是這樣讓我們回去可以複習 所以我就會去看一下 可以一起成長很棒 沒錯喔 所以我就是會去看一下 之前的影片 或是 可能有時候會有別組的影片 就會看一下 然後再看一下 自己 我們今天錄的這個影片 到底 差在哪裡啊 或是哪邊動作 可以大概用力一點之類的 然後就會 給大家一些小小的感想跟建議 這樣 但我覺得 要 讚美啊 或是 給建議也是一個 困難的地方嗎 因為 就是 在小組裡面 又不能給人家很討厭的感覺嗎 就是要 怎麼說 說話的藝術 說話的方式也很重要 就是 當你要給 意見的時候 畢竟 團體很多人 所以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立場 所以我覺得 就是 在給建議的時候 也是一個 藝術的感覺嗎 就是 我每次都會想很久 到底要怎麼打比較好 我每次都想超久的 好 現在美 再給建議是正確的 平衡賴都超過三行 會讓人討厭 是 也沒有那麼多 有時候會超過 有時候不會超過 交流 對 交流也是 必要的 不然我覺得有時候 群組有點 就是都沒有人出身 會有點 好像沒有在運作的感覺嗎 沒有在工作的感覺 所以就會給一些意見 B組LINE喜歡王室平函 不是 不是我 但我覺得 我們組很棒的是 就是經過上次的Mini Concert之後 因為 上次Mini Concert 準備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小組的LINE的 就是 對話沒有那麼頻繁 但是 經過上次之後 我覺得現在漸漸比較好的是 大家會各自給出自己的意見 跟自己的想法 或是 比較會 回話嗎 就是大家回話的頻率變得比較高了 所以我覺得蠻開心的事情 謝謝邦尾送我LOVE 我想來放一下音樂 但是我的平盤沒有電 充一下它了 那我們要檢討小字區 不活了 我覺得現在比較開心的是 大家 回話 回訊息 變平凡了 之前幫活動在點出 大家缺點的時候都超怕得作 所以我覺得 所以就是在 給出建議 或是覺得哪邊需要改進的時候 你講話 就要特別 婉轉嗎 婉轉 但是 有說到重點 回話 熊妹會吐槽你嗎 是不會啦 半夜三點還在回來 不會 沒有這麼 晚 意外品還是帶頭角色 其實我覺得我也不算是耶 我覺得我不是非常領導的角色 但是我覺得我是一個很好的 給建議的人嗎 因為覺得自己好像在 舞蹈的方面 或是 舞台的經驗 然後 還有之前很多很多很多的經歷 所以可能在 舞台啊 表演 舞蹈的方面 感覺可以有更多好的 建議 或是想法 跟自己的感想 經驗可以說給大家 但是大家也不一定要接受 我只是給出一個我的意見而已 我也沒有強迫大家一定要接受 怎麼樣的意見 我只是覺得 就是可能會說出來說 我覺得這樣比較好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試試看啊 但是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立場 所以就是 我覺得我把我想說的 跟我想要給的建議說出來 這樣就好 你工作來說 三點 HIGHLINE 也是 滿意的 謝謝小白送了 好多個 HIGH 最近練最晚 最近沒有到超晚 最近大概 10點多吧 10點半 嗯 有這麼晚嗎 9點多10點 謝謝阿遠的藍色應援棒 不要說這樣比較好 這樣太多了 應該說要不要這樣試試看 就是 就是 彼此都是 一個學習吧 但我也在 這個就是 小組活動後 學到 就是 不一定每個人都是 我的標準 所以就是 也不能強求每個人都是 這樣子的標準下去 做事情啊什麼的 不然會很累 因為每個人的標準不同 就是不能 用自己 的標準 去看待 每一個人嗎 這樣大家 好像壓力也會很大 說話的 所以我也在 學習中 你要逼死誰 所以我也是覺得 我每次好像 練習完然後 給意見 我好像要再逼死誰一樣 我也是每次都覺得 我會不會 逼死大家 這樣 當然 跟我同時要 雙向成立 這次命令看 希望可以抽到 看平函 但是我覺得熊妹還是 進步很多 就是我們 一直都有在練習 然後每次練習都會看 大家跳舞這樣子 然後就是 每次看熊妹 都覺得 每一次都有 進步的感覺 然後 佳安也進步了很多 就是我每一次都感受到 他們的進步 一開始是 完全記不起來 位子啊 或是動作啊 什麼的 但是現在都可以 跟得上大家 我就覺得 蠻開心的 然後 汪汪也進步了 這樣真的很 為難大家 好 風鈴草有個更兇的 擋槍 前輩就是順水給壓力 平坦前面總好 也不是給壓力吧 就是 就是給一些意見 然後 當然一個團體一定還是得有一些壓力 跟一起 想要一起做好的一個目標 才會一起進步啊 如果完全沒有壓力 就是 我覺得你很棒喔 一直給 就是 當然我覺得 他們好的時候 要讚美彼此 讚美大家 沒錯 但是 當做不好的時候 或是真的可以更好的時候 就是 直接講出來我覺得比較好 不然一直就是 喔我覺得你做得很棒囉 很可以囉 很棒 什麼的 這樣感覺也不會進步 所以 好像有時候 如果 真的覺得有發現 缺點 或是不好的地方 可以改變的地方 我覺得就是 說出來會比較好 一直鼓勵會過於膨脹 我蠻認同的啊 其實 所以我 所以我有時候 覺得 需要改變的地方 還是會跟大家說 超怕老爺 絕對很怕給壓力 哈囉 子孫你好 但我覺得我最近 跟大家相處的 模式 我自己覺得啊 因為我調節到一個 很舒適的模式 就是 之前 跟大家相處 可能會有一點 怎麼說 有壓力嗎 或是怕大家覺得 我給他們壓力很大 然後 就是我標準 太高啊 或是什麼的 但是 最近好像好一點 跟大家相處的比較 舒適 所以我最近 調節到一個 舒適的模式 我不知道 可能搬出去也有差吧 就是換了一個生活環境 整體 整體 心情好起來 呵呵 然後我覺得我最近 好像 在團體中 不會 以前會很常 在意別人 講什麼 或是別人做什麼 或是別人怎麼樣 但是我現在好像 比較 不會這麼在意別人怎麼樣 別人做什麼 別人說了什麼話 呵呵 這樣我覺得這樣子好像 比較輕鬆一點 自己內心啊 各方面 舒適就好 請問能透露 mini console情報嗎 超期待 其實沒什麼情報 欸就是 請你們期待 我們的mini console 也沒什麼情報欸 真的 我們有在討論 我們的MC的部分 我們肯定不要follow 有彼此 已經在討論MC的部分 要聊些什麼 請大家期待 要記得帶那個應援物 炒雞髮糖漫游 拜拜 他也代替別人眼光 容易多重的那個 品牌有穿過肉肩膀的衣服嗎 有 我之前二單的那個 TTPMV裡面 有一套藍白色的那個 就是肉肩的啊 然後那時候在四四南村 拍MV的時候 這邊還曬了兩條 曬傷 就是那個 背心的那個肩蛋 然後這邊就曬傷 到現在還有一點點印字 謝謝Akila的掌聲鼓勵 新扇子可以上槽 對 大家要記得帶 新扇子 還有還有 我手邊有什麼 Juiting Bill Flower的應援扇嗎 Juiting Bill Flower的應援扇 還有品寒個人應援扇 我手邊不在手邊 所以沒辦法拿給大家看 大家應該都有收到 品寒個人應援扇了吧 還有Juiting Bill Flower的應援扇 還有Juiting Bill Flower的應援扇 什麼都是他一層 他往上打問題 打不出來 然後 記得帶品寒 個人應援扇 還有Juiting Bill Flower的應援扇 期待 等你們喔 帶到大春寒寇 B組螢光媽媽的四肢 剛好組成串燒模樣 謝謝凡送我了 平安打扮就會壓比子嗎 通常我在家的話 就會打出來 但是如果在外面不太方便 或是公共場合我就會稍微 這樣讓他不要打出來 我還是當幕後守護神 那我覺得最近好像跟大家相處蠻好的 很舒服 真的是一個很舒服的狀態 最近這一段子 就是不知道 整個感覺很舒服 心裡啊 什麼不知道就是覺得 很舒適的一個狀態 口罩打扣練過 我覺得這樣好像大家相處 就是別人對我的 感覺好像也比較舒適的感覺 謝謝阿華的雙子寶寶 就是人就是互相的 就是大家都可以感覺到 以前不是不舒服 那就是比較有壓力吧 比較會在意別人怎麼樣怎麼樣 謝謝變成新鮮檸檬的嗨 現在感覺大家是互相 就是別人也感受得到 我最近比較 開闊嗎 對大家 不逼死別人 別人就不會逼死你的意思 壓力是什麼 應該說比較在意別人眼光 對之前比較會在意別人眼光 對之前比較會在意別人眼光 或是別人怎麼了怎麼了 但是最近比較還好 還是練習魔斗會認真熊一波 是我覺得我們練習也不是沒有到熊 就是只是會給建議 但是不會說喔你這樣不對這樣子 我們也不是到這樣 我們是覺得喔好像這邊可以怎麼樣怎麼樣 這樣子 變成我上後會不習慣嗎 還好欸現在 之前比較在意其他成員的眼光 對 還有最近放下我包了 把我包扣製的更好 加油好的喔 還是因為這段期間沒有什麼 就是工作啊什麼 疫情期間 然後就是休息了一下 真的比較好 有真的大發雷霆過嗎 沒有欸其實 其實我沒有大發雷霆過 因為感覺在團體一起的話 感覺大發雷霆沒有什麼用啊 沒有什麼意思 就是只會把團隊氣氛稿 然後大家更有壓力而已 然後大家更有壓力而已 好像也不會解決問題 偶包還是要留一點 是什麼契機讓平安丟掉偶包 大概是因為遇到黃秘書吧 因為我之前還沒有遇到他之後 就是那個很中規中止 然後很在意自己形象的人 對 但是遇到他之後好像講話開始變ㄎㄧㄤ 然後身旁的工作人員就會開始說 嗯你為什麼平安最近講話好像變得 跟黃秘書有點像 就是是不是被帶壞了 就是那個講話風格 變得有點ㄎㄧㄤ 之類的 就是旁邊的工作人員 開始會有這些話環繞 然後想說 嗯這樣是比較好嗎 就是好像大家比較喜歡這樣子的我 然後就開始好像 越來越不在乎自己的形象了 但我覺得我也不是沒有什麼 不是完全丟下歐包 就是走一個 雖然還是長得可愛的 像就是王道偶像的臉 然後舞台上也像是王道偶像那樣 你出現了嗎 林尊重的你 上次被你唸過 不同路線 自己講自己腹黑 忙到偶像的雙高 但我覺得好像反應有變快ㄟ 就是接話阿或是 就是一些臨場反應變快了 在遇到他之前我真的是一個完全中規中族 不敢亂講話 不敢亂玩的那種中規中族的偶像 遇到他之後好像被開了什麼開關一樣 就開始會亂吐槽別人了 開始兇了 開始撿到槍了 但是我覺得反應有變快啦 就是說話嘛 因為我覺得他算是反應很快 然後聰明的人 回話很有趣的人 所以好像多少會影響到一些 真的沒那麼王道了 但節目還是有點把還在漸漸的放下 我怎麼跑 簡稱是有像 我記得有前幾上一次在公司 然後好像在寫什麼東西吧 然後雅恩就是他覺得他自己寫的字不好看 所以他就開了手機在查 在查他的那個 就是雅恩他覺得自己字寫不好看 他就開了手機在查一些可愛的字體 查說那個字要怎麼樣可愛的字體寫 就是寫字想要可愛一點吧 然後就開了手機的可愛字體查那個字怎麼寫 然後雨菱經過就說 為什麼你在 為什麼你要查這個 然後雅恩就說 因為我字不好看啊 我想要開就是網路可愛字體模仿一下怎麼寫 然後雨菱就超級神準吐槽 你們知道雨菱說什麼嗎 雨菱就說了 蛤 你查可愛的字體 你的字就會變可愛了嗎 我覺得這麼好笑欸 雨菱神準吐槽 然後旁邊工作人員笑翻 大家就開始說 雨菱你要不要走這個路線 蠻好笑的 聽到雅恩這個名字好陌生 真的會被雨菱笑死 他越來越會吐槽了 哈囉一聲俊 戰力滿頂一波 我就想說天哪那我不好意思查 因為我其實就是我字也不是很好看 就是有時候好像有點罵到我 因為有時候也會開可愛的字體看那個字怎麼寫 我覺得好像有點默默的中槍 背上插了一件 謝謝邦偉的SINGLE SONG 謝謝邦偉 一真真 叫雅恩感覺很有氣質 品寒字很好看嗎 我覺得我字超醜 我每次都被黃蜜蘇說我字怎麼那麼難看 然後我就跟他說 沒關係我臉好看就好 聽雨菱說 櫻祖吐槽力很強 撿槍都撿高底槍 他就說 因為黃蜜蘇的字很好看 然後他就說你字怎麼那麼難看 我說沒關係我臉好看就好 你說要字好看還是臉好看 好像臉好看比較重要 字好看沒什麼用 謝謝錦衣未收澤的金曲歌手水票 然後他就會默默走開 他就不想理我了 謝謝雨露送我金曲歌手水票 哈哈 品寒臉好看就好 你是說黃蜜蘇的臉 我沒有這麼說 小白不要默默的 小白不要陷害我 我沒有這麼說 我只是說他字很好看而已 臺炎石我最大大印象就是吐槽很厲害 Nice吐槽 謝謝楊柏倫的金曲歌手水票 和平板有電了 來放點 Music 今天聽什麼好呢 謝謝卡木伊送我嗨 謝謝小白的眼睛 夜照重 小白的眼睛 字不用好看 但是要有個性 我覺得我的字也不是不好看 連長得一點都不像字好看 我覺得我的字也不是不好看 沒有我沒有說黃蜜蘇不好看 我覺得他很可愛 他很可愛 他長得很可愛喔 我是說真的 他很可愛 對我覺得我的字也不是不好看 但就是不夠大人 我覺得我的字太小孩子了 因為我小學就是有去上安親班 就會在那邊叼我的字 你知道嗎 就是每個字都要寫方方正正很公正這樣 所以我就是 到時候寫字都還是像小學生的字 國中生的字 可是我很羨慕那種 像黃蜜蘇寫字就是超級大人 有一點點潦草的那種大人字 我就很想要寫大人字 但是我的字就是一個小孩子 圓圓圓胖胖方方正正的就沒那麼喜歡 哈囉露露你好 我自己也醜難怪我帥 這現在是一個反比的概念嗎 字好看臉就不好看 字不好看臉就好看 不是吧 沒有這種道理 謝謝阿華的嗨 反而小時候自走正看 長大越來越療草 其實我蠻羨慕那種療草字的耶 字不好看但人眼 一隻萬寶龍 字醜的智力高 所以我智力很高囉 因為我字蠻醜 謝謝小易的五彩寶石 謝謝假五透的掌聲鼓勵 謝謝小易 書法草書 不愧是聰明的 因為每次不是要簽聲寫 或是寫一些給粉絲的message 然後都覺得自己字好難看喔 我就覺得好像毀了整個 整個產體這樣 我就覺得我字很難看 然後又不會畫畫 寫字又不好看 然後覺得很困擾 當偶像也要會一點畫畫 然後字要好看一點 就很困擾 每次都看人家畫得很可愛 然後字好看 然後覺得很難過耶 就不知道大家收到會不會覺得字 怎麼那麼難看 大家收到我的那個 沒有生血的真的有開心嗎 我的字會不會很醜 品寒的字很可愛 我每次都覺得好 就是每次每簽完一張 都覺得好悔悉的感覺 就覺得好後悔喔 我沒有簽好這樣 個人特色 沒有你們講那麼好聽 就是不好看就說是個人特色 我已經就是活了20年了 你以為會不知道這個騙人的畫素嗎 就是不好看做不好就是個人特色 只要人家寫的不好看或是做的不好 你就會跟跟他說個人特色就對了 被誓破了 好 難怪生血有一種苦牙喜的味道 平寒不是背骨大的 沒錯 謝謝阿華的眼睛頁障重 我已經不相信這一套了 個人特色就是做的不好 呵呵呵 那我要亂增吐槽嗎 簽名跟寫字就是這樣 除非從小開始練習 是不是我要拿一個很好的筆 我就會寫出很好的字 這樣雨菱會不會又嗆我 你以為你拿很好的筆 就會寫出很漂亮的字嗎 原來不是這樣阿 原來不是拿好筆 就可以寫一首好字阿 還是你要練習說法 謝謝超哥送我 嗨 小笛 原中你好 TTP誰寫字最好看 我想一下 小笛的字是我喜歡的 然後雨琴小笛 思雅 就是那種大人字我就喜歡 但是我不得不說黃蜜說的字真的很好看 就是潦草工整的大人字 很高級的字 他的字很高級 下次你可以請他寫給你們看 如果你們有遇到他的話 他剛好隨身又有帶筆跟紙的話 他寫字我覺得是真的是蠻高級的字 晚上好 原中好久沒來了 好久不見 拿到斷水的筆就很難寫好看 黃蜜書之筆 下次何重要一張簽名 之前有人給魔術簽名 謝謝阿好的真情告白 不知道他的字蠻好看 而且他連英文都好看 他中文寫的好看 他的英文草寫也寫得很好看 因為有時候跟他就是會一起出去吃飯 或是買東西 陪他去買東西 上次陪他去買那個 逛黑膠唱片 然後他就買那個黑膠唱片 日文也好看 然後有時候就是他會刷那個信用卡 不是要簽名嗎 那他都會簽英文的名字 我就會看到他簽英文名字 他的簽名好像勝過我的兔子簽名 我應該也要寫這樣子的簽名 比較有藝人的感覺 就是他的簽名好像比我還要有藝人的感覺 他的英文簽名 就是那個草寫你知道嗎 很順然後很漂亮 他就簽 跟Chai Hong這樣子 就是他的 他的草寫很好看 對 我就想說 他只是簽個信用卡 為什麼好像在 就是簽的比我深寫真好 我就很羨慕他的那個英文草寫你知道嗎 前幾天發現很不行 太久沒寫中文了 我就很羨慕他的草寫 英文草寫 哈囉愛死 晚安 謝謝玉慕我掌聲鼓勵 然後我記得我之前去 不是有去那個沖繩嗎 沖繩玩的時候 沖繩 欸不是不是沖繩 紅白的時候 紅白的時候有那個 去拍大頭貼不是嗎 我有放在我的IG上 聽說愛死的字也很好看 我不是有放那個 紅白系列的拍貼機嗎 在日本拍的拍貼機在我的INSTAGRAM上 然後那個上面的字我就是請豪秘書幫我寫的 因為他寫字比較好看 就是拍貼機不是可以在旁邊寫字嗎 因為我字實在是太難看了 然後我又想把照片放上來 就是我都請他來幫我畫畫那個字 照搖你 喔還沒放音樂 放到忘記了 今天聽什麼呢 Flight 那黃蜜書最近在減肥 聽說他最近在減肥 他會跳一些 那個 那叫什麼操啊 減肥操嗎 哈哈 那那大家自己一萬少錢練習不到公司給你 一個爆料 那我可能沒什麼時間練習 最近很忙的練 最近呢 練習真的是瘋狂爆炸了 我們最近的練習瘋狂爆炸 大家去期待我們之後的活動 練到我的腿 雙腿都已經輕了 最近呢 剛剛好忙就是在練習 那這進度真的是不得了 最近的練習進度 那好像這樣子 有壓力的高壓環境下 好像進步的會更快 就是好像可以成長的更快 因為就是 這樣子的時間內 必須完成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好像促使我們 記憶力還有技武柱啊 等等 記站位的能力 好 減肥最重要是少吃 運動不重要 可有考我覺得已經失敗 你怎麼直接否定 還要秘書的減肥計畫 但他真的是一邊吃一邊運動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能不能成功 好 相遇拜拜 謝謝開心的看好你喔 隊長的字我記得我秒 現在有變化 還是比我漂亮吧 隊長的字 我覺得他的字比我漂亮啊 斯亞字 至少比較大惹一點 而且我忘記他斯亞的簽名 所以他的那個斯亞也是寫得很好看 所有的音學證明都說 減重要少吃 運動可有可無 真的假的 那我要幫你轉達黃秘書喔 我可以幫你轉達他 謝謝浩毅的玫瑰 謝謝柏維的掌聲鼓勵 我聽一聲鼓勵 他練我練到腳他很痛 我是膝蓋很痛啦 我膝蓋真的是鬱心嚴重耶 那一隻卡木的LOVE 我在想要不要下次練習 帶個呼吸去 那會不會很蠢 真的嗎 記得 記章最有名的小吃運動比調圖給你看 好啊 我可以幫你轉傳給他 偶像膝蓋很容易會看到 我真的是 我昨天比較嚴重 今天好一點 因為前天練習 然後 就運氣蠻嚴重的 就是真的是 因為我之前就是有 工作的時候就有 就是 已經有瘀琴了 一點點瘀琴 就工作的時候弄到 然後就已經有一點點瘀琴 然後 上禮拜日練舞的時候又 弄到 所以就瘀琴能更嚴重 所以我昨天 前天 昨天前天的時候 是真的 我站著都覺得膝蓋好痛 但今天我比較好了 可是好難看啊 好醜 但過幾天要去練習 好像還會再弄到 要不要弄個東西 或是不要這麼大力 可以穿殘褲 有啊 我都穿殘褲 後面欸 挺難在乳牙還好嗎 還好 那有時候穿護膝很難跳舞欸 就是我之前那個 不是有溜直排輪嗎 就是 直排輪的那個護膝 我之前又覺得好難走路的感覺 因為它太大一格了 所以覺得好難走路 好多 膝蓋都讓我以為又要跳Viva 還是不太 又軟的那種 然後同款護膝 謝謝Low Resilie送我掌聲鼓勵 謝謝你送我掌聲鼓勵 護膝有塑膠 對對對 我說的是護膝那邊有一個塑膠的那種 謝謝AHA的抗航油 可以用排球的那種 可以用排球的那種 但大家好像都就是瑜伽 因為那個舞步時代是 不可能不瑜伽 謝謝邦威送我生衣袍 謝謝邦威 塑膠那種 跳舞一定不行啊 如果要傷口即使做好安定馬 我身體是最大財產 好的謝謝 最近的練習量讓我覺得好像體力變好了 就是練完之後 再來跳迷你抗手 好像覺得輕鬆一點了 因為之前上次跳迷你抗手River 然後三手跳下來就覺得好累喔 就是快不行了在台上 快抖在台上 但是最近的練習量讓我覺得 嗯好像 練完在這個練習 然後好像體力好點了 好像 迷你抗手好像 就跳起來沒這麼累的感覺 練完別的突然覺得 欸迷你抗手好像算是輕鬆的了 排球的護膝換很溫嗎 不知道欸 因為會考好久沒看直播 恭喜你會考完了 恭喜你 恭喜你 哈囉 神奇黑雕 謝謝你送我了 A.K.River Day舞蹈運動量似乎蠻大 很大啊 因為他們的舞蹈就是會很活潑很活力嘛 所以會一直跳來跳去 雖然動作看似不難 但其實很複雜 就是他的 就是他的 要一直上下動來動去嗎 所以我覺得其實蠻 運動量蠻大的 體控跑馬拉松都沒問題 品痕大家有嘗試過跳過整場迷你控嗎 有 在練習的時候啊 大家一定會從頭跳到尾 因為我自己練習的方法是 比如說今天教這首歌 那我回去就會先練這首歌 但是如果就是全部都教完了 全部都會跳了之後 我就是每一次練習都會練 從第一手跳 第二手第三手這樣慢慢順著下來 所以我每次練都會練一整這樣 所以我其實很常在家跳整場迷你控 但是在家練習的話 就是不會跳到超級超級非常大力 像在舞台上那種 我覺得在練習室的時候 就是要跳到滿 跳到完全大力 但是家裡空間也沒那麼大嘛 然後在家裡的話 我就是會看一下自己的動作 就 就是哪邊 可以怎麼做 就是 比較著重在動作的不是力道嗎 在家練習的話 但品痕有種體力不加氣場 所以我太瘦弱吧 我太瘦弱了 太小隻 太瘦弱了 太瘦弱了 我太瘦弱了 增長掉了 太瘦弱了 這個 我太瘦弱了 不再藏了 你不太瘦弱了 那我如果是不需要 我可以去選擇 那麼牽作 是很招勞 那我可以les 手 感覺平衡體力突破 除了 需要除了練習慣的加強 我也覺得喔 是不是該去跑步 你有跳到喘到不行叫暫停嗎 沒有耶 我會跳到喘到不行 但是不會很站緊 就是每次都會用意志力撐下去 但我覺得我的身體很 就是真的是太小隻了嗎 很矮 然後骨架也不大 然後也很瘦 所以我覺得我是不是身體的負荷量 真的沒有辦法像是真的很高 或是真的比較有肉的人 這麼 有辦法負荷這麼大能量嗎 因為我真的很小隻耶 然後骨頭也是 就是骨架很小 天生很小一隻的人 所以我的體 自己真的沒有辦法負荷 像可能一般 別人那種正常身材這麼多 體力要平衡好 你就太瘦 可是 雖然說這個話有點 有點 標準日偶身高 高橋男前輩跳完正常 但是我真的是太瘦 因為可能像景丁美音前輩 高橋男前輩 他們還是有在 就是可能 沒有像我瘦到真的這麼瘦 37而已 我說我是太瘦 我說我是太瘦 就是我都有在正常吃啊 我也沒有說吃的很少 或什麼 就我還是正常吃 但是就是不知道欸 沒有吸收吧 沒有吸收吧 非常平安要一次一次挑戰自己前 讓自己更難 最近就是一直在跳非常激烈的舞蹈 你覺得就是要練習吧 就是那個體力 謝謝博文的金曲歌手手票 這首歌是365天的紙飛機 我現在練習的時候都是會跳成蠻的力度嗎 就是讓自己習慣一下那個累度 謝謝阿哈的看好你喔 布丁先生都說最近的練習讓他小腿肌暴長 我也覺得我最近小腿肌暴長欸 真的 但是我沒有想要去消他 因為我覺得好像 有點肌肉 也比較能夠支撐 跳舞的時候的力道嗎 不然有時候太大力真的會飛出去 我覺得有點肌肉 好像比較有辦法支撐 身體 所以我就沒有想要 特別去消他 只是再不突出 再不沒有 再沒有 飛好真的很難看很突出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 有一點肌肉還是比較好的 但是我覺得練舞真的 我會很怕小腿肌太大 但是我覺得練舞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就是每天每天在練習 就是小腿肌真的是很容易就有 然後也很難消 但是我覺得肌肉真的是 沒有辦法去支撐那個力道什麼的 就是沒有辦法hold住嗎 有時候太大力的話 會飛出去 就是沒有在那個框框跳舞的框框裡 會太鬆鬆的感覺嗎 應該說只要稍微注意小腿肌的形狀 但是小腿肌真的是很困擾偶像的一個東西 因為我們練舞真的是不可能沒有 但是我們常常要他穿層子什麼露腿 就不想要小腿肌 都會被小腿的細度震撼 我覺得我是大腿太細耶 我覺得如果大腿粗一點小腿肌 所以看起來就不會這麼明顯 因為現在看起來像是小腿跟大腿一樣粗 所以我想要大腿再粗一點 成人神小腿肌最粗 我就差不多吧 這大拉之後我在練習 我就好像差不多 那你要練習多嗎 最近是有在核心啊 拉筋跟核心有在做 天底有運動會不會擔心自己體力不足嗎 不壞 想到松鼎琳娜演唱會飛鞋 超瘦的人才能小腿跟大腿一樣俗 肌肉不要結成一球就好看 蛤我不知道肌肉有沒有結成一球耶 要按摩一下 瘦歸瘦還是要注意身體的平衡 沒錯 那你們會覺得我瘦得很噁心嗎 就是瘦到看起來很不舒服 還是還好啊 還算有在一個平衡的點上 就雖然是瘦 但是身高搭配起來看起來還好 嗎 還是瘦到很噁心 還好 多吃少數增加吸收 早點熟悉可以多按摩腳 不會吧看起來並不差 我還是覺得我看起來不是到真的柴柴的那種骨頭人 我覺得我沒有到很柴柴的骨頭人吧 我覺得我還算有肉的 而且我真的比較過Mina的手臂跟我的手臂 我的還比較正常 Mina的手臂超級細的耶 我不知道Mina的手臂超級 骨頭就這樣子 然後就看到骨頭超級可怕 我跟Mina比較過我們的手臂 我的手還算正常的手 不好心當然不解開 品牌體重真的太輕 可是我很正常吃耶 我就是沒有吸收進去 因為我平常吃飯也是像一般很吃的那樣 我也覺得我可以再嚼一些肉 但是我每次只要一胖都是胖那邊 覺得很困擾 我不要胖那邊 我要胖身體 就是每次都胖那邊 所以就沒有辦法再胖 我一直不會吃再三十七 胖你的歌Mina用 因為我真的是只要變胖 就會開始這邊看起來圓 然後上鏡頭就不好看 所以我想要胖身體 但是好像沒有辦法 我想要再長肉一點 不然真的衣服很難買 也很難撐起來 圓圓也可 但是鏡頭上不好看啊 臉胖胖 我最近有量體重 最近體重也是沒什麼變 就是一直維持在那 除非你先胖一波 然後瘦下一些 去童裝部好好買 沒有童裝部 我跟你講我有去找過童裝衣服 就是可能GU啊什麼之類的 ZARA童裝 就是比較你知道 歐美童裝 我有去看過 但是你知道我們 這種女生很困擾的是 你買一般成人衣服會太大 肯定太大 因為她沒有做到這麼小件 但是 童裝你去試 真的 就是童裝的腰可以 但是會卡在骨盆 你知道女生成年後 就是骨盆會比較這樣 就是女生 如果你瘦的話頂多腰細 但是你還是有那個骨盆的骨頭在那裡 就是不會像小孩子一樣是完全直的 但是童裝的版型就是 就是給小孩子 所以她是完全直的 但是女生不可能沒有骨盆的那個骨頭啊 所以你 就是會卡在骨盆那邊 就是腰可以 但是會卡在骨盆那邊 真的 很困擾 7分靠 13分靠6 對 女生可能需要裁縫技能 對 所以我每次 如果真的很喜歡買一件衣服 可能都要拿去改 但是又很不划算 畢竟改一件裙子 也要兩三百 就覺得很不划算 我已經花了三百塊買一件裙子 我還會花兩百去改衣服 這很困難 真的很難找到 這個合身的衣服 很快 超級快 然後大家都說很羨慕吃不胖啊 什麼 那麼瘦啊 上鏡頭才好看 但其實 超困擾好不好 我真的是很難買衣服 我每次 看到很漂亮的衣服 都沒有辦法穿 因為太大件 超困擾 我覺得 唉就算了 但至少有點肉 還可以撐得起那個衣服 你知道嗎 就是再找一下 還是可以找到可以穿 但是 太瘦真的沒辦法 又矮又瘦真的是超級難找衣服 對喔 每次看到漂亮的衣服 都還要考慮 我能不能穿 所以我很羨慕 可能雨晴啊 然後連結那種身材 嘉莉身材 超羨慕那種 就是正常女生的身材 一百六十幾 然後體重四十幾 就是剛好啊 你是隨便看到外面什麼 成裝 什麼樣都可以穿啊 就是拿S號就可以穿了 就是完全不用去考慮這個問題 就很羨慕 謝謝阿華的 看好你喔 謝謝神奇黑雕的玫瑰 日本品牌 日本品牌 沒有我跟你們說 我之前去看 日牌的衣服也是很大件的 日牌反而更大件 我現在找到唯一有 我不知道能穿的 下身的衣服 是Bershka 歐美的 我之前就看到日牌 日牌反而也很大 欸 日牌反而也很大 今天開到九點八 對 真的很困惹 韓系我目前有想要接觸 但是當然通常你一般是 成裝變的那種褲子啊 裙子真的是都會太大 所以我現在嘗試在網路上找音樂 因為網路上有機會可以比較小 但是網路上就是試不到 所以有點危險 超級困惱 每人看到漂亮的衣服都沒辦法穿 很難做你知道嗎 很羨慕 如果是可能林姊她看到喜好 這可以嘛 一定穿得下 高 然後也是正常女生的身材 這很好啊 真的是OSG 真的是OSG 職業的傲人咒你好 可是你的衣服還是很漂亮 但是我都還是穿那幾件 因為能穿的就那幾件 我覺得這個市場上應該要有專門做給那種你知道 像我這麼小隻的女生的衣服 因為我相信像我這麼小隻的20歲女生 或是成人女生應該也是不少 我覺得不能只做大Size 不是 因為現在有那種專門做給比較肉肉的女生 尺碼超大 尺碼比較大那種Size的衣服 我覺得應該也要 就是做特別小件啊 因為像我這樣的女生應該也是不少 我覺得應該是很有商機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再出到更少件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出就是有大尺碼 就應該要有特小尺碼啊 像我這種女生都很需要 為什麼市面上沒有這樣子的呢 謝謝卡木尹的超傻眼貓咪 三月三血針穿得很漂亮 謝謝正人 可能他們覺得自己拿去改就好了 可是這樣很花錢 我覺得他們如果有做小尺碼 應該也會有商機吧 我覺得 152神高女神一對啊 真的奇怪 所以我覺得現在我這麼小的女生應該也不少 這首歌是什麼 這首歌叫做Catch the Rainbow 謝謝高天安粉的金曲歌手選票 品牌要不要自己以後出來開一間 我要 我專門做那種小尺碼衣服 其實我覺得還好真的不多 真的沒有很多 我覺得我這種女生很多吧 TP就很多啦 大尺寸明明比你們少人 本品牌至少 要開早午餐店又要開副場 感覺可以成為一個好品牌 不是要開售喜燒 對阿 我的夢想會不會太多 經營太多店 品牌真的是規格外 謝謝 謝謝鋼鐵好像做你的 新秀長照 希望之後 雖然做輩子不可能 希望下輩子可以成為一個正常 身材的女生 哈哈 變成品味集團 沒關係多方發展就是好事 下輩子可以變成林志玲 希望可以 哈哈 最後跨級拿法 斯亞也難找一份嗎 但是斯亞比我有肉一點點 所以可能好找一點 就是我真的太瘦了 說不定下輩子跟背在 真喜裝類子 跟拿法合作 我好像比辰辰還瘦欸 好像比辰辰還瘦 好像比辰辰還瘦 平安跟妳室友姐姐會去超市找極七品省錢嗎 可是我們不太買極七品欸 因為我們都是 就是我一個禮拜去住了兩三天吧 就是假日的時候 所以我們 譬如說買個早餐吐司 就不會買極七的 因為吃不完還可以放 放到下禮拜這樣 所以不會買極七品 因為我就是不是常住 所以沒辦法每天去消耗那些食物什麼的 所以我會買日期長一點的 比較可以放久一點 蕭蕭莫名豪 蕭蕭莫名豪 這好像是晨晨跟我說 他的體重 好像比他還少 兩三天少量的體體感 就比較可以省一點 晨晨是不是要切身高體重 我不知道 也許是全團最輕 好像是喔 還有誰也很輕 今天在台北的家 切了芒果 那我不是說我從雞王帶芒果過去嗎 全團最輕 喔 雨喵也很瘦 雨喵也超瘦的 我不是說我從雞王帶芒果過去嗎 然後我就切了芒果 我覺得芒果好難切喔 昨天有做 芒果到底要怎麼切啊 因為我切了整張手都是 然後我覺得我切下來的就是 芒果的肉都在紙上 比較多耶 這是芒果啊 我切下來 他的肉都黏還是在紙上 我覺得好難切喔 我切超爛的 芒果可以分三邊 芒果要能在這裡開直播的條件是什麼 是 年齡 就是15歲之後 就可以在這邊開直播 應該是15歲吧 一刀兩半然後切 對啊我是切兩半 但是他不是紙在中間 然後不是夠切旁邊一刀嗎 但是我都是 切到很少的部分 因為在網內切 就是切到紙附近的肉 超級硬 完全切不下去了 我覺得很難切 然後我切了三顆芒果 然後幾乎沒有什麼肉 然後肉都黏在紙上 然後我切完 就再啃那個芒果紙 我就吃得很飽 你知道嗎 就是肉都在紙上 我就啃了三顆芒果紙 然後吃了很多肉這樣 應該都切不下來 而且我切下來的肉都超懶的 就是被我捏得很爛 我切放在那個冰箱 我不知道室友姐姐看到 敢不敢吃 因為他的麥巷真的很差 不知道他敢不敢吃 你要恰 你要恰恰 你要芒果 吃芒果就是要啃芒果紙 我切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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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三顆切起來超級少 而且肉都沒切下來超少 因為肉都沒切下來超少 想跟大家分享這個可愛的盒子 是我的新眼鏡盒 可愛吧 是我的新眼鏡盒 是我的那個 是室友姐姐送給我的 真的很可愛 因為我之前的那個眼鏡盒 是有點柔素嗎 就是他上面卡了很多灰塵 而且我之前眼鏡盒是黑色的 然後就是放在那邊 然後上面都很多灰塵 他卡住 然後也清不掉 就是很髒 然後是不是有解決室的 我也不知道是哪裡買的 他送給我 我不知道哪買 等一下裡面還長這樣 還有一個 聲音很怪 是不是很可愛 他會問你哪裡買 然後他裡面的那個眼鏡布也超可愛的 這個很可愛 我好喜歡這個眼鏡頭 而且他這個開關很療癒 你們聽 有沒有很療癒 眼鏡不會畫得好是嗎 不會啊 還好 我覺得很 很 舒壓 很舒壓 天啊 哪裡可以GAP 幫我們問室友姐姐 不是很可愛 你們想要同款是不是 眼鏡 超Q眼鏡 然後 他這個原本是那個 就是 室友姐姐他不要了 他就放在我們家 廚房的那個 旁邊有個桌子 他把他不要的東西都 拿出來 他要拿去網路上賣 拍賣 掉 然後我那天他煮飯 我就 逛了一下那個桌子 就看有什麼東西 隨便看看 然後我就看到了這個 然後我就 歸忘了他三天 因為我想說是他要拿去賣的 我就 沒有想跟他 要 就是 想說人家要賣的 就算了 然後我就 我真的是 在那邊煮飯 我就是 拉拉揮揮 一直走來走去 我就 看了他三天 我就 光望了他三天 我最後還是忍不住 我就問他說 這個你不要了嗎 就是我很喜歡 還是我跟你買 他說沒關係啊 直接送給你就好了 他就得到這個 好可愛喔 好喜歡 挖到飽 挖到飽 煮飯 煮飯 煮飯挖到飽 然後 然後 我眼睛連明卡通的 真的很不像眼睛 很喜歡 謝謝阿航送我LOVE 而且 那個 很適合 可以戴這種 眼鏡的臉型 是有姐姐還送了一個我氣墊粉餅 因為他之前好像是 業配嗎 還是什麼的 就是 應該是業配之類吧 忘記了 然後是 植村秀嗎 植村秀的氣墊粉餅 然後他沒有用幾次 他就 沒什麼在用 他問我要不要 然後我就收下了 收了人生第一個氣墊粉餅 居然是別人送我 今天的妝就是用那個氣墊粉餅 上的 怎麼樣 氣墊粉餅 美妝 所以我男生第一個氣墊 這氣墊粉餅很快 感覺以後我也可以嘗試 氣墊粉餅看看 氣墊粉餅就是上妝很快速 因為一般上妝不是要一棍粉底液 跟你的海綿嗎 就要這樣慢慢拍 但是氣墊粉餅就是 感覺外出旅遊的話很方便 或是補妝 你就是這樣壓一壓 然後這樣 就這樣 就上好底招 但是有些氣墊粉餅 好像遮瑕力沒有這麼高 所以我也 還在熟悉氣墊粉餅當中 請來一次指負會摸幾次頭髮 我完全沒注意到自己在摸頭髮 我摸了 抱歉 我真的很習慣摸頭髮 不知道幹嘛的時候就會摸頭髮 對 化妝品男生托單必須的口 我姊姊今天不回來住 我可以獨佔房間咯 拍手 獨佔房間欸 看到我開心 搶不住的笑容了嗎 獨佔房間 耶 謝謝 玉安的掌聲鼓勵 謝謝I'm yours上的掌聲鼓勵 獨在房間是一件非常開心的事情 很開心 什麼小確信 今天可以自己開趴了 你們覺得今天需要開冷氣嗎 冷氣嗎 不知道還是評估當中 但有時候睡覺睡到很熱 雖然下雨天但房間還是悶悶的 你懂嗎 感覺開冷氣睡覺比較舒服 因為有時候下雨天還是悶悶的 你懂嗎 如果開冷氣就更開心 獨在房間又開冷氣 哇 只有我一個 只有我一個人的冷氣房 舒服 好不容易一個人 謝謝邦威的木寶香鼻鼻 謝謝邦威的超小眼毛咪 半夜冷氣定時然後我就突然起床 好 決定我要開冷氣 怕的時候開廚師 雖然小一點也是一種選擇 悄悄韌性一天 而且我跟你們說 在我去台北的家住的這幾天 拔根格整理了我的房間的梳桌 變得超級乾淨 好 現在原本的梳桌 就是我前幾天才在做 我覺得我們家就是很 東西雜物很多 然後都是小時候的東西 就是已經不要了 可以丟了的感覺 然後爸爸就是跟哥哥 就在我不在的這幾天 整理了房子梳桌變得超級乾淨 完全沒有一點打我 很舒服 我現在要開始就是把我的10家 也變得更有提升一點質感 因為10家就是從小做到大 所以就覺得 反正可以睡覺啊 什麼就好 就這樣嘛 但是自從我去台北的家之後 看到了 室友姐姐 她的生活怎麼說 她的生活環境就是 有在佈置你知道嗎 質感up 沒錯 所以她的生活環境有在佈置 就說這樣子好像 可以幫助一些工作的 提升工作效率 就是至少心情啊 環境是舒服的 所以你的塑膠收藏品有被清掉 沒有啦 就是該留的還是有留 不該留的就丟了 所以就是好像 最近有點想要來整理自己的房間 想要弄的 就是質感up一點 謝謝明哥偷偷喜歡您 我想要在我的房間 因為我現在 現在基隆的家的房間 沒有那個香香的感覺嗎 就是房間會有一種潮濕的味道 而且房間又放了一擀衣服 所以有時候有灰塵什麼 就覺得一直有一種 怎麼說 潮濕嗎 很美味 所以想要在房間放香粉 所以有點想要放 就是 因為我在台北的家 不是有買了那個蠟燭跟那個照燈嗎 所以有點想買那個 一樣的放在基隆的家 幫妹妹清理累到 要大整理房間 我是希望房間可以 就是雜物不要這麼多 就是好像可以把 不要的東西丟一丟 廚濕機 乾燥廚濕加香粉 我也覺得好像要廚濕一下 我覺得我要放香粉 但是我要跟我姐姐溝通一下 畢竟我跟姐姐是住同一個房間 就是你知道買那個燈 應該是需要一點money 所以想要跟她溝通一下 一人出一半 切個餅乾房子追蹤我 但是以後有點不想住在基隆 因為現在基隆的這個家 真的是完全是黏著山壁 旁邊 真的我家旁邊就是山 就是一座山 你知道嗎 我家真的是旁邊就是後山 你們有懂多近嗎 就是人家說我家靠山 可能就是離山海一段距離 只是很靠近山 但是我家真的是開門出去 旁邊就是山 真的是靠在山邊 所以以後有點不想 住這麼靠山的房子 就是 第一很潮濕 第二 昆蟲有的沒有的很多 你知道我小時候還會在我家 前面有一個停車的地方 看到蛇耶 而且是毒蛇 雨傘結 已經發生過兩三次了 我小時候 我家的門口會出現雨傘結 真的是太炮沙了 就是奇奇怪怪的生物很多 所以有點 我覺得如果要住基隆 那至少也搬到市區一點 就是不要離山那麼近 要嘛就是不要再住在基隆 真的是太潮濕了 但因為目前還是住在這個家 所以想說 以目前的能力來說 還是先 可以先從 整理好自己的房間這一步開始 然後把房間弄得 環境舒服一點嗎 我覺得最常我搬去 那個就是看到室友姐姐的生活環境 就覺得好像 就是居家環境布置也很重要 因為現在台北那個家 就是環境很舒服 就是很想回家 你知道嗎 賞新月幕 然後房間又香香的 客廳還有那個漂亮的燈 客廳的那個 電視上的牆壁有漂亮的燈 還有一個鏡子上有漂亮的燈 然後有一些植物啊 就是很漂亮很舒服的環境 然後房間也香香的 就覺得很舒服 所以我想要自己 基隆的家的房間也可以 直感up 還有會灑出來的香風 沒有現在香風雪關了 不會灑出來 我有去追蹤一些就是 就是日本的那種就是居家環境布置的IG 然後他們每個房子都布置得很漂亮耶 就是我要朝那個那個方向邁進 平安會想設計自己的房子嗎 會 而且你們看那個Ryu跟Yuma的新房子嗎 那個也是我夢想中的房子 它那個房子超級棒的耶 就是那個配色那個環境那個設計 那個家具白色 超美的 根本是超級夢幻的啊 心目中理想的房子 就是長亮 我台灣的房子也很包 洛克是很漂亮 後來覺得根本沒用 女孩用美感啊 就像會喜歡這件事的人 剛剛那房子真是好漂亮喔 我也想要開始漸漸的把我們的環境布置得漂亮一點 其實我覺得不一定要什麼很豪華 或是布置裝潢的國力 我覺得就是乾淨舒服很重要 我現在覺得乾淨很重要 就是東西好像不需要這麼多 就是乾淨簡潔其實也不錯 都是自己跟設計師超多 覺得很厲害 所以我就是現在就有follow一些日本的那種 就是房間布置啊 生活的那種IG 然後他就會拍自己的房間布置什麼 就很漂亮 就是培養一些房間布置美感 很符合自己是爽 真的很讚喔 其實系主要是小青青風 北歐風冬夜風 乾淨一點點 其實我也蠻喜歡北歐風的房間 我也蠻喜歡 我有時候睡覺的那個IKEA 也會看一下他的房間怎麼布置 謝謝羊 傑 送了一萬個讚 不喜歡的東西多 對好我不喜歡的東西太多 不喜歡的還近乾淨いて 謝謝鋼鐵橫粉的嗨 謝謝金柚的真情告白 謝謝乙福的嗨 前提是要有錢買房 沒錯 但是好像有些國外的房子 其實好像蠻便宜的 可是沒有像台灣台北啊 什麼高價 好像有一些國外的房子蠻便宜的 以後有機會的話可以考慮看看 乾淨真的感覺很舒服 也比較熱 因為寶寶醇 剛剛第一次在家裡看到四重廁告 喜歡嗎 歐美溫馨感 台北就是被炒太高 晚安海海 謝謝欣寧送我 看好你喔 謝謝欣寧 自己蓋房子跟手機房子 其實現在有點 就是 我覺得現在唯一一個辦法 讓我們 十家變得 雜物不要這麼多 唯一辦法是搬家耶 因為搬家是會 淘汰掉一些不要的東西 好像新家就會變得乾淨 簡潔很多 唯一 真的是唯一讓房子乾淨的方法就是搬家 謝謝欣寧的真情告白 他在問那個很想要 那個叫什麼 乾濕分離的浴室嗎 因為我現在基隆家不是乾濕分離 謝謝海懷的告白替衝 謝謝海懷 謝謝命的LOVE 現在基隆的家是 第八的廁所 那我台北的家是乾濕分離 我蠻喜歡乾濕分離的喔 這是不會整間實施的 謝謝阿懷的HI 但我覺得我們還是生活在一個 灰塵很多的環境 因為像我台北的家 就是我兩三天就覺得桌上有透厚的灰塵 就是這樣滑過去很明顯 所以我們真的是生活在一個 很多灰塵的環境喔 沒辦法 謝謝自我哥的心之怪 謝謝阿懷 台東 日 韋哥送我新之怪 看新家遲早費吃一堆 禮拜六喝了珍波魚 覺得少了珍珠就更完美了 你喜歡嗎 海懷那個味道 謝謝富偉的心之怪 謝謝富偉的心之怪 為什麼那麼潮水那麼多 會成立方能養出兩名美女呢 不知道欸 品漢喜歡哪個國家 日本 歐美 北歐之類的 我蠻喜歡冰島 蠻想去冰島玩的 我 connoted 既下的 蠻 真可愛 喜齦 各位 跳舞 沒有 我的天啊這輩子一定要去一去 跟你們說我今天終於到家了 可以做我的新的籤了 我不想要再用紙了 紙很難抽 我想要做新的籤 怎麼樣我沒起來做籤 還能看幾個沒錯 我是要畫幾個號碼 八個嗎 是不是八個之前 是不是要畫八個籤啊 三到八 三四 四五六七八 所以五個籤 是五個籤對不對 四五六七嗎 這一包很大耶 我不用再什麼吃冰棒 收集冰棒罐 我直接再帶五根去那個新家 去台北的家 要不要給第九跟第十名一個機會 你說十嗎 不行我想要給到八就好 四五六七八 謝謝賢命的真情告白 我可以直接帶去那個新家 做籤 兩組今天做完呢 可以啊 那我要拿一下那個筆 不然我沒有筆 起不來 起不來 拿個筆 把筆應該給你寫的上去吧 謝謝芳瑋的告白氣球 謝謝芳瑋 謝謝芳瑋 謝謝阿豪的汗 那馬上來寫囉 可能真的很細耶 謝謝阿豪送我海報 好 馬鈴薯一很常出生 4號5號6號7號8號 我寫囉 4號 5號5號好醜 怎麼可以寫這麼難看 6號6號7號 7號 8号 那我再做一组 谢谢小白的眼睛 你也这样做 谢谢浩浩送我了 你怎么知道我是画两个圈圈 因为我8肯定写不下 所以画两个圈圈 是不是很聪明 谢谢欣盈 字丑会不会是笔画不对 谢谢欣盈的Kiss竹竹 谢谢金融的告白替仇 摄飞镖可以耶 好像可以哦 可是要去买摄飞镖的那个对不对 摄飞镖好像可以耶 只是我就得去买摄飞镖的那个 下礼拜终于有机会可以进到平安 希望能中 希望你可以操作mini concert的票 好久不见了 真的 我刚刚写到6 摄飞镖很难哦 我不会射飞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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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好我的8肢签了 大家终于有签了 不用再品寒亂抽了 這切有點危險耶 有點刺 這支可以重做嗎 這支有點刺刺的 我重做一支 謝謝邦美的傻眼媽咪 8號 謝謝Pat送我新之館 一組可以放去 台北會帶的包包 好喔 等一下就放進去 免得下次又忘記 最品質的要求 不過MV投了 Bill Frau的組 謝謝牛排 大家要幫Uni Bill Frau的投票喔 讓我們成為小汽油門吧 謝謝安豪的五彩寶石 那我把紙的倒掉了喔 我把它丟掉 他用這個 耶 比較有籤的感覺喔 感謝紙 對啊 紙終於退縮喔 他陪了我好長一段時間喔 我也投了風鈴草 謝謝邦美 不來個戲的任意算 我直接把它倒進垃圾桶 我怎麼對他一點情意都沒有 我就這樣把它倒進垃圾桶啦 我剛剛就這樣 掰掰 我就倒進去了 我剛剛真的是這樣 掰掰然後就倒了 我完全沒有一點難過 幫子QQ 我跟他剛剛目前沒有買過幾號 也沒聽說有人要回組蠻拼的 哈囉 希恩你好 謝謝框葉的幫子QQ 謝謝你幫我的子QQ喔 大家 謝謝小者 謝謝你幫我的子QQ 他會感謝你的 謝謝阿好的雙子寶寶 我跟他說我最近好像學會烏龍麵要怎麼調味了 因為我之前好像都加 我發現烏龍麵要加日式醬油 就是因為我之前都是加一般鹹的台灣的台式醬油那種 就是真的是鹹的 但是味道就超奇怪 我發現要加日式醬油 就是甜的那種醬油 就會很好吃 我昨天煮了一碗很成功的烏龍麵 而且我今天早餐煎了一顆超級完美的荷包蛋 我現在發現荷包蛋也是要小火煎耶 才不會焦掉 荷包蛋要小火煎 然後倒一點點水下去蓋鍋蓋 然後讓那個水蒸氣讓上面那一層蛋熟 這樣就會變成半熟蛋 就是蛋黃不熟蛋白熟 我今天早上煎的荷包蛋超漂亮的 我很開心 原來我之前火的用太大 要小火煎 荷包蛋 超美的 但是真的是蛋黃沒有熟 然後也沒被我弄錯 然後那個蛋白形狀也很漂亮 也沒有焦掉 對 半熟蛋 超開心的 玉紙燒嘗試了嗎 沒有還沒 還不敢做玉紙燒 覺得會失敗 好可愛 我常常我這周還煮了什麼菜 喔我還煎了奇魚排嗎 奇魚排怎麼講 就是奇魚排 但是小小塊的那種 很好吃 我也煎給 灰塵中就讓我打噴嚏 然後還煎給世耀姐姐吃 她說很好吃耶 好事多的 我不知道 我從基隆帶過去的媽媽給我的 有 失敗就打給保密服順便洗完 那個長怎樣 謝謝Alpha送我Love 你喊了烏龍麵 烏龍麵 烏龍麵 調味完美比利式 我就是依照感覺耶 我就是鍋子大概這麼大 然後這樣這麼深 然後就把水加三分之 我猜一下多 三分之一的水 然後把麵煮熟 然後 加那個日式醬油下去 加大概水 如果水是三好了 那個醬油大概二吧 日式醬油二 然後再加一點味醂下去 然後 那個麵熟了把它撈起來 沖冷水 然後用那個烏龍麵的 剛剛煮烏龍麵的那個醬油湯 繼續煮你要的肉啊 或是豆腐下去 然後煮一煮 再把麵放在碗裡 湯倒下去 就完成了 很好吃 對我的烏龍麵是日式烏龍麵 鹹甜鹹甜那種醬油湯 芯糖 醬油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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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龍麵 我唸錯了嘛 魏玲只加一點點 嗯 魏玲加一點點 但我這週好像沒有這麼常煮飯 因為我這週禮拜六那天練習完回家 就是練舞文回家 我忘記室友姊姊跟我說她 星期六有邀請她的朋友來家裡 就是 那個 一起玩啊 吃東西 玩switch這樣 然後我忘記她有邀她的朋友來家裡玩 然後我就回家了嘛 我想說我回家要煮一下自己煮來吃 結果我一回家下道你知道嗎 想說 家裡怎麼這麼多人 至少五六個人 我想說 哦原來是 她有跟我講過 但是我忘記了 我一回家是五六個人 然後他們已經在煮壽喜燒了 然後我就不用煮了你知道嗎 我免費吃壽喜燒耶 他們還叫了鹹酥雞 然後我就免費吃壽喜燒鹹酥雞 還有很好吃 聽說是台北第一名的甜點店 那個蛋糕超好吃 神美味 然後我就賺到一餐 我都不用自己煮 我賺到壽喜燒蛋糕還有鹹酥雞 他們還幫我叫了飲料你知道嗎 他們還幫我叫了手搖飲 我完全忘記他妖朋友回來玩 然後我就回家 我練習完回家 要想不到自己煮 然後想說 怎麼那麼多人 他還幫我叫了飲料耶 賺到壽餐 開心 而且室友姊姊的壽喜燒真的很好吃 如果做的好吃一點 對我蹭了壽餐 那一餐是我這禮拜吃的最豐盛的一餐 請問肉飯嗎 還是其實平安記得 沒有我完全不記得 忘記了完全忘記 我還在想說我冰箱有什麼食材要煮什麼 因為最近沒去買菜 所以剩下的食材不多 好爽的感覺 是蠻開心的啊 吃壽喜燒玩switch 遇到好室友真的帶你上天堂 真的是上天堂耶 很好室友愛乾淨 然後冷也很好很照顧我 那一定有沾蛋黃 還好遇到好室友耶 很開心 而且房子也很舒適 交通方便 蠻開心的啊 這樣子我工作就不會跑來跑去很麻煩 所以我覺得其實現在這樣挺好 雖然一個月要多付一點錢 就是租金啦 但是我覺得挺好的 就是好像蠻開心的 然後也方便 請問您對金融家的室友感覺是 我姐媽 就是 東西會丟在我的桌上 根本是你在台北的媽媽 真的是耶 真的像我媽一樣 我在台北也有一個媽 在外面住錢的用量會很大嗎 其實我覺得還好 因為在家住 你出門還是會要買外食吃嘛 就是 還是會買外食吃 然後出出外面住也是會買吃的 而且有時候 去試那個 超市買菜回來自己煮還是比較便宜 而且還可以 就是買一次就可以煮個兩餐 所以我覺得還好其實 就是 瘦媽媽窮愛的 數數都有嗎 好我們最近在看那個 之前我不是說室友在看哈利波特嗎 從第一集看到第七集 跟品涵做有缺點嗎 就是 不太會煮菜吧 可能有時候做出來的菜不是很好吃 像是上次的失敗的豆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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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昨天就在那個家裡看室友姐姐去看那個哈利波特第六集 因為我前面他七集都已經看 他前面五集都已經看完了 然後我看我都會有跟他一起看喔 但是我只要看到他們上那個哈利波特的火車 他們上要通往魔法世界火車的時候我就會開始睡著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哈利波特這部電影的色調太灰灰暗暗了 所以讓人想睡覺 所以我只要他們一上火車我就睡著 所以我完全不知道前面五集在做什麼 我記得我小時候只看過一、二集比較有印象 後面三、四、五集我真的是完全不知道在做什麼 然後我昨天看了第六集我覺得很好看喔 我難得沒睡著 火車很開喔 我昨天看了第六集我好 就是有撐到比較後面一點 我發現很好看耶哈利波特 那集叫什麼 混血王子的背叛 就是那個混血王子是死內服對不對 結果我還是沒看完 因為我後來睡著了 所以我看到大概 剩最後一、一小時吧 我就睡著 你前面沒看後面看我看不懂啊 所以我就會一直問別人志情是什麼 混血王子是不是死內服啊 然後 我有點懂他的志情概略啊 我真的蠻好看耶 我想開始從第一集追 就是不可以再睡著了 每次以上我都睡著 都真的 我對三、四、五集 一點印象都沒有 然後我 其實我從第三集後 完全沒看過耶 因為我小時候只看一、二集 後面都看不懂 所以就沒看 所以我對三、四、五、六、七集 真是沒印象耶 對我會一直問這是誰 我覺得好像可以從第一集再從頭看 睡飽再看啊 不知道我常常看電影都會看到睡著 是不是一個魔咒啊 我好像常常看電影都會看到睡著 你現在我最喜歡哪 我喜歡妙麗啊 妙麗真的是越長越漂亮耶 他第三集之後 完全就是進階成一個女神的樣子 B組有點像史萊澤耶 欸我跟你們說 我之前有測過一個 就是網路上不是有在測 你這個人的個性啊 是屬於什麼學院的一個程式 一個APP嗎 然後我之前測了三次 我第一次測是賀夫帕夫 第二次測是史萊澤林 第三次測也是史萊澤林 所以我覺得我應該是史萊澤林吧 我覺得我其實蠻史萊澤林的吧 所以有一點腹黑的感覺 以前髮型很像 我覺得我蠻史萊的耶 有一點點史萊 神鎮 但我第一次測是賀夫帕夫 雷文克勞聰明啊 房秘書是雷文克勞的 他測好多次都是雷文克勞 他就一直說他自己很聰明 因為他是雷文克勞 聰明 但他蠻雷文克勞的 謝謝神奇黑雕送我love 大家有測過嗎 你們是什麼 大家沒測過可以去玩玩看 現在時間好像差不多了 好像可以來練一下排音 嗯 露露是雷文克勞的喔 雷文克勞很聰明耶 雷文克勞很聰明 雷文克勞很聰明 你們都是雷文 好多人雷文喔 我目前還沒有遇過葛萊芬多的人 謝謝邦偉的康乃希 謝謝邦偉 欣瑩你好 我來念個排名喔 葛萊芬多是怎樣 葛萊芬多好像就是 怎麼說 我只知道史萊澤林有點腹黑 然後雷文克勞是 呃聰明 然後賀夫帕夫是有點腳踏實地 然後 然後 腳踏實地 然後有點 怎麼說 努力型 但是不是靠 就是頭腦很聰明 但是是努力型 剛測完了 我是葛萊芬多 楊潔是葛萊芬多 這種好像要多測幾次會比較準 就是至少三四次 五次會比較準 然後看你哪一個學院比較多 小萊芬多是勇氣代表 小萊芬多是勇氣代表 大家可以去測測看 下次告訴我你是什麼學院 那我要來念一下排名了唷 第十名 副尾 第九 草莓獎 第八 青銀 第七 垃垃 第六 楊潔 第五 命 第四 金釉 第三 邦尾 第二 阿哈 第一 小白 阿哈跟邦尾可以指定動作 然後我抽個籤 這是第一次抽這個籤 四號 四號是金釉 恭喜金釉 小白 阿哈邦尾金釉 恭喜你們 謝謝巫米的LOVE 給我來分多勇氣 雷文卡老聰明師來這裡 唇血 恭喜你們 可以指定 好期待下週跟大家見面 好久沒有表演 真的好久喔 好 我要哭哭哭的感覺 期待 很興奮確認 很期待在後台 那種上台前 緊張的感覺 有點懷念喔 希望能抽到 希望大家可以抽到座位 大家大聲喊扣喔 這次 真的人 至少減少了一半吧 希望大家可以給我們烙烈回應 記得要帶品牌映仁善喔 然後還有 楊丁不要發我的螢光棒 然後大喊平喊扣 然後大喊平喊扣 一起懷念 三天準備好了 做了新扇子 很期待 謝謝花花 很期待你的新扇子 阿華是後夫帕夫阿 的 不錯 好啦 那大家可以指定啦 小白 阿華邦違 還有誰 金釀 可以指定 謝謝你們 然後大家也要去幫 UNI BFOR their投票囉 投票 那 UNI BFOR 組可以演唱 四單付入序 奔跑把氣餓這首歌 還可以拍MP喔 就靠你們了喔 拜託 怕說是善良 好像就是腳踏實地善良的那種 好像是 學神冠冰也用力搖籤罐 看哪隻貼掉差跟那個人說 大愛好啊 謝謝AHA的五彩寶石 誰要中籤呢 怎麼沒有掉出來啦 他掉了 欸 有了 有一隻掉出來了 五號 五號是誰 五號 只有五號最落到的地板 是命 恭喜命 謝謝 恭喜命 命要不要謝謝一下小白 小白這個 這個 你很聰明耶 你是不是雷王克勞的小白 你這個指定 就是福利給兩個人耶 你 你也給命一個福利了 命 好啊 專心的命大好 命 大好大喲 大好大喲 好啊 謝謝你 謝謝你 計畫 計畫通 謝謝空業的love 好啦 謝謝AHA的掌聲鼓勵 AHA要指定什麼 邦威金釉呢 指定模仿 我講佛地模台詞 哈利波特 有嗎 哈利波特 欸 我跟他們說 我看佛地模 覺得他以前超帥的耶 佛地模是不是叫 湯姆什麼瑞 湯姆什麼瑞 超帥的耶 他以前 哈利波特 你還喜歡美鼻子 對對對 湯姆五瑞的喔 你還喜歡美鼻子 沒有 佛地模以前是個正常 你去看哈利波特 佛地模以前是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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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什麼 蛇人 突然忘記了 他們的魔法學校叫什麼 黑巫師品凡 他以前也是那個 魔法學校的正常的學生啊 是後來才變化了 哈利波特 斯萊林特 蕭氏密室那一集 那個蛇人叫什麼名字啊 那個蛇人叫什麼名字啊 他們學校叫什麼名字啊 他們學校叫什麼名字啊 我還忘記喔 那個魔法學校叫什麼名字 又講了一次 哈利麻金釀 你的 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 對啦 霍格華茲啦 嘿啦 謝謝你們喚起我的記憶 忽然想不起來 霍格華茲啦 謝謝大家 謝謝空葉的掌聲鼓勵 那想不起來很痛苦 霍格華茲 康義麻金釀 哈利波特 謝謝聽友 謝謝聽友 哈華呢 還有邦威想指定什麼 太常睡著 想不起來 嗯 自由 你要指定自由嗎 自由喔 我想一下 那我來模仿一下他的表情怎麼樣 我來模仿一下他的表情 我沒有三個眼睛之後 謝謝季風亮的嗨 好嗎 好可愛喔 他真的好可愛喔 謝謝 拿張紙多畫一個 我沒有三個眼睛 謝謝孔雅的LOVE 來個台詞 爪子 我剛剛是破音嗎 爪子 你這樣呢我們 我們永遠感謝你 謝謝阿華的抗航牛 謝謝阿華的指定 謝謝阿華的指定 謝謝牛排的LOVE 我們今天差不多到這啦 大家們 我下次直播是星期三 晚上七點半 下次直播星期三晚上七點半 大家來看我直播 謝謝阿芸的LOVE 那也謝謝我們今天看我直播 掰掰 謝謝I'm your song的玫瑰 大家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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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